堆肥可以用来提高土壤的质量 它能增加土中的营养和有机物 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 堆体的理想尺寸是边长为2米的立方体 建议最小尺寸也要使边长至少为1米 小堆体的分解速度较慢 你可以在任何一天开始堆肥的使用 但最佳季节为雨季 也就是有许多绿色植被的季节 植物材料能提供碳元 动物粪便或豆类植物则提供蛋元 它们以及水、氧气、温暖的环境 以及土壤所提供的压力 都是制作堆肥的必要条件 制作堆肥首先要做出15-20厘米深的基础层 你可以使用粗糙材料 如玉米结杆、玉米棒或小树枝 基础层能让空气进入堆肥中 接下来你需要另一层来防止精料进入基础层 此时只需将香蕉叶、卷心菜叶或者纸放在基础层之上即可 然后你要再加25厘米厚的植物 你可以用绿色蔬菜、甘草、叶子或任何在周边生长的植物 我们称该层为碳元 在放脏这些植物材料之后 要用洒水器或其他沉水容器来湿润肥料 接着覆盖上5厘米厚的动物粪便或大豆、豌豆等豆类植物 该层将提供蛋圆 它是细菌活动的燃料 并能开启分解的过程 然后再加上5厘米厚的土壤 它能为混合肥提供重量、压力以及微生物 你也可以使用白蚁靴的土堆来代替 再加上一层厨房废料、灰烬或蛋壳 就能进一步促进混合肥内的细菌的活动 不要使用动物肢体、血液或脂肪 因为它们会引来镊齿类或其他类的动物 每增加新的一层都要堆齐浇水 在堆体达到需要的高度之前 继续按顺序分层加上植物材料、动物粪便以及土壤 最后要加上一层覆盖物 如碎木蟹或玉米结杆 并湿润该层 堆体就完成了 在堆体底部的周围应该挖出沟槽 以让过量的水排出并且不带走堆体的营养 堆体中部是分解开始的地方 也是最早的可用的肥料产生之处 这里的温度一般会升至65摄氏度 要观察分解是否开始 向堆体中部插入一个小树枝或钢磅数分钟 再拿出来 如果分解已经开始 树枝或钢磅应该是温的 分解速率由温度、湿度、堆体大小、植物种类以及混合翻动肥料的频率来决定 如果保持堆体湿润 分解将加快 如果没有降雨 你应该每周湿润堆体一次 可以切碎或绞碎植物材料来加速分解 每周翻角堆肥一次 可以让它在6周至2个月内成熟 翻角频率越高 堆体的分解速度就越快 最简单的翻动方法 是将堆体移到原来位置的一旁 把外侧分解较多的部分换到内侧 内侧材料换到外侧 成熟的堆肥应该为棕色或黑色 材质较脆 并带有清甜的气息 如果你选择不翻角堆肥 它将会在6个月至1年内成熟 堆肥可以储存起来 并且不让其营养流失 你需要把它放在湿度较低的环境里 用碎屑或其他材料盖上 堆肥不仅会提高你种植的产量 多余的肥料也可以出售 来增加家庭收入 当植物生长时 它们会带走土壤中的养分 堆肥则能将营养返回到土壤中 增加植物的产量 增加黄色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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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